兄弟们今天要回卢氏老家了 现在到函谷关了 林宝 林宝的函谷关 中午在这吃个饭 牛肉汤 我们知道的牛肉汤 林宝的牛肉汤还是比较出名的 这里面的牛肉 这一份是15块钱 加点辣椒 这个吃起来才特别棒 它这个牛肉汤里面有这个豆瓶 然后还有粉条 这个饼丝呢是1块钱一发 鸡板俩说这就吃得差不多了 好了开吃 吃完饭了我们继续赶路 现在已经到四河山这个脚下了 兄弟们我已经到这个四河山这个山顶上面这个门头这了 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 走继续出发 我们今天要去的四河山 苹果 天然复兮 窝头村 亚洲第一高山果园 海底继续再走一段 现在都已经到这个山里面了 继续再走 这个地方的路就不太好啊 四河山的苹果呢基本分为山下和山上 山上的会更好一点 到了我们住的地方 今天晚上住在这个板房里面 后面这儿 后面这儿有窑洞 这里面也是窑洞 这是房子 下面这地方都是苹果 这是我们百特莲的供应网店 这边都是窑洞 小鸡 这窑洞 这都是苹果基地 这个苹果都长在坡上啊 半坡 这上面 这边都是 离得近呢 就是这个样子 红红的大苹果 有的是这种红的 还有一种是 哦 这边是这种 这个也是红的 这也是红的 这边这都是 有的颜色是这种 照出来的颜色和那颜色会有一点点的区别啊 不过区别不大 全部都是苹果 一大片的苹果 这个是这种 这基本来说都是红富氏啊 红富氏 但是呢 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复西啊 有复西土 所以说是复西苹果 看就这种 兄弟们 今天我开车 四个多小时 然后到达了这个 四河山 四河山的第一高山果园 这就是我们的苹果园啊 苹果基地 苹果呢 又大又红 再一个尝一尝啊 这个 在这里呢 苹果管饱啊 想怎么吃这么吃 看看都这个是小果啊 这个小果 红红的 尝尝 已经想吃很长时间了 现在这个苹果呢 它是双酱之后的 双酱之后 这个苹果的糖分 相对于说 吃起来不那么酸了啊 不像之前 就说这个没有双酱之前 苹果吃起来是酸的 现在是甜的 水分的比较足 看这个苹果 有的里面能看到溏心的 嗯 有的里面能看到溏心的 因为 林宝四合山的苹果呢 它是 因为它在海拔1200米之上 所以这个山上的苹果呢 它就说白天照的阳光 长日照时间长 然后呢 在山顶呢 又是晚上又特别冷 就说冷热交替 所以说呢 它的温差特别大 这种苹果呢 糖分 会更好一点 嗯 这个是有糖心的啊 这是有糖心的 嗯 还有 所以说老铁朋友们如果说有想吃正宗的四合山苹果的啊 可以呢 可以呢 看看啊 可以看看 我们呢就是这种苹果 分为这个7075 8085啊 这样的果 可以看一下 完美 基本上来说这个苹果啊 这种小果 吃个两到三个就吃饱了 80的果一个人 有的一个人都吃不完 但是80的大果 你像这个果 这个果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啊 这个果一个人吃的有点够呛 好了 朋友们 我这段时间呢 就在四合山的苹果基地啊 有需要苹果的老铁朋友们 随时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